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知道分散投资可以避免过分集中单一市场或类别的风险 因为即使面对同一个市况 不同的类别都会有不同的表现 有些可能会大跌 但有些会跌少一些 有些可能会涨 要部署在不同资产或类别 做到互相吸收抵消部分下行的风险 令你的投资组合得到较阶的防御 那怎样才做到真正的分散投资呢 以常见的平衡基金为例 包含了股票和债券 看来都几次分散了投资的 其实是不够的 除了要将投资分散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之外 也都要在个别的资产里面 以地区、规模、行业 以至投资风格等不同的范畴 作出更仔细的布局 先可以算是真正的分散投资 有效减低某一资产波幅对整体 组合带来的影响 对于长线的投资者 以及存钱退休的朋友 分散概念就更加重要了 市场上有一些多元资产基金 透过基金中的基金这种投资模式 提供真正的分散投资组合 特色是组合有高度的灵活性 可以对市场变化迅速作出应变 旨在在不同的市场环境 亦都可以持续捕捉理想的回报表现 亦都可以配合不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以及不同人生阶段的需要 保持身体健康才可以抵御病毒入侵 投资、储蓄亦都一样 要做足预防措施 做到真正的分散投资 就可以对抗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了